大家好 我是富邦勇士助理教練魏維 籃球在我生命中的意義就是永不放棄 因為我們的富邦勇士的精神就是Be brave 一直要有勇氣堅持下去 堅持到比賽最後一秒鐘 當職業球員應該是一個機會吧 因為你有一項特別出色的能力 可能才會被職業隊看中 所以當時剛好是自己防守的能力比較好 其實每天都有放棄的想法會出現在生活中 因為每天的辛苦真的訓練太辛苦了 然後回到家就是疲累的身去 然後可能又要面對明天新的訓練的時候 真的是蠻累的 最大的挫折是我球技的最後一兩年吧 可能那時候水鍵盤突出的問題 就是可能連走路跟睡覺都有造成生活上的困難 當時應該算是最大的挫折 就像你每天起床的時候 你發現自己好像不再適應這個環境的時候 你就知道自己該離開這個舞台 很容易起有放棄的念頭 因為覺得不管是家庭或是感情的因素 然後大家都會覺得說你們打籃球不會有下一個階段或下一個目標 所以大家都會比較擔心我們的生活 我覺得用聖經的一句話就是不要為明天憂慮 因為明天自由明天憂慮 然後今日的苦就今日夠就好了 那重點是要認真當下 我覺得溝通上面確實是一門藝術 因為你每天要面對不同的球員有不同的狀況發生 所以我覺得在溝通上面跟球員要花 我覺得是時間 因為你有多的時間可能跟球員做溝通 跟心靈上的輔導 我覺得是一個長久之計 所以球員也要需要適應教練 教練也要適應球員 這需要時間的配合 為甚麼